朱主席還要送禮物給志強 代表是禮物 那那個蘿蔔菜頭 我們來送好菜頭 有人說朱立倫今天怎麼會來咧 我們兩個不是有嫌隙嗎 絕對沒有 我跟他是有仇 我跟他有一點仇 為什麼有仇咧 去年我跟他最大的爭議 我叫他去選高雄 他本來答應了 後來又說不行 後來我說清楚也叫他去選 真的每一個地方就叫他去選 大家確實要他呀 後來最後的結論 他原來今年一定要回到答案來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志強是我們國民黨最優秀的戰將 我作為國民黨的主席 國公也做過 最清楚 人才就是人才 所以啊 羅志強有點辛苦了 到每一個地方 大家都要叫他去助選 基隆呢 本來也想叫他去選 那是過去的事情 從台灣頭可以選到台灣委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說你下次不要再走了 你走到屏東人家下次就叫你選屏東了 那你好好的 那你好好的 未來 把我們大安的所有的朋友要來打拼好不好 他一定是我們最優秀的立法委員 最有戰力的立法委員 我們現在有三個區還比較辛苦的 不是這裡啦 不是這裡啦 一個 中小平那邊 一個張士剛那邊 還有郵書會那邊 我們大家一起幫忙 由蔣萬安市長 有黃旅書委打拼 然後我們像我們的宜蘭 像我們的宜蘭 宜蘭 一定要贏回來 所以啊 有一位宜蘭的女婿 等一下就要過 雪碎 跑去宜蘭 聽了 叫做蔣萬安 他過去以後 我也要去啦 所以我們就是要團隊作戰 我們這次總統 是最佳的投手 我們挑了一位最佳 最強的鋪手叫趙薩康 然後我們有最強的 這些游擊手 是我們不分區第一名的 韓國瑜 你還不錯啊 還記得他 那第二名是誰 柯智恩 我們不管韓國瑜 柯智恩 或者是我們看到 謝龍健 蘇清泉 王玉銘 我們每一位的特點是什麼 敢拼敢戰 敢拼敢戰 而民進黨提名的部分 據跟我們相反 完全相反 八位現任的分配好 各派系分配好 就已經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除了敢拼敢戰的 我們還有我們很多專業的團隊 包括我們今天在現場的 我們最會印鈔的楊印鈔 這個財經大師 還有我們李豹天 是我們動跑的專家 還有我今天看到李霞對不對 新住民的代表 他說我膽子很大 民進黨每天抹紅 這個新住民 我竟然還敢提名新住民 民進黨最大的特點就是 心口不一 嘴巴都是喊台獨萬歲 還要賺對岸的錢 對不對 然後現在人家說你貿易壁壘 第一句話就說 又是搞戒選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這些無辜的里長 每天被他們盯上 我看不是中國戒選 不是大陸戒選 是什麼 司法戒選 根本是動用政治戒選 大家說對不對 志強 你跟高敬一樣 我們打拼了 要跟民進黨拼到底 我們這一次 不分區的立委 戰將雲席 我們區域的立委 每一位都是戰將 我們大家團結起來 讓1月13號 三更選票 總統 侯康輝 我們的不分區立委 投給中國國民黨 我們的區域的立委 讓羅志強高票贈選好不好 好 李英華 你要幫忙 羅志強 對不對 你要讓羅志強的票比你還要高吧 沒有問題吧 這就是我們大家 要有這樣的魄力 要有這樣的決心 我們為志強加油 我來喊一下 羅志強 動帥 羅志強 動帥 羅志強 動帥 志強 志強 動帥 謝謝大家 謝謝 朱主席還要送禮物給志強 帶的是漁網 沒有 那個 蘿蔔 菜頭 菜頭 我們來送 豪彩頭 來 來 來 我 我的搶 豪彩頭 高票 當選 國民黨 國民黨 獲政黨輪替 黃金陣容 我實在是覺得 對於民進黨在搖頭自己 我們都還講說 民進黨真是稍微進步了一點 今天 你自己不關心自己的台商 自己的台包 自己的台生 然後我們去參加他們最末的 換屆的活動 這都是自己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不抹黑不抹紅不會選 大力言副主席這幾天去中國訪問嘛 賴清德陣營就質疑說為什麼要在選前這種敏感時期去 國民黨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然後也希望說你們公開下副主席的訪問行程讓大家好好示意這樣 我實在是覺得對於民進黨在搖頭自己 因為下副主席在出發以前 或者是上個月同樣的去參加台商活動以前 或上上個月也有一些台商的活動以前 我們都還講說民進黨這次稍微進步了一點 沒有針對於這種正常的台商的換屆的活動 而用這樣來抹紅我們 結果沒想到竟然由民進黨以及綠媒又開始猛攻這個議題 我相信今天下副主席可能我不知道今天是在成都 還是在南昌還是在中山還是在廈門 因為最近換屆的我們知道每一屆換屆的台商的這個聯誼會 或者是我們這些所有台灣同胞的這些在大陸的都有很多的活動 都是在歲末年終的時候來舉辦去年如此前年也都是如此 那我們本來想說既然是我們自己的同胞都是我們自己的台商 那我們去關心去給他們加油或者是給他們解決問題 這都是好事情啊沒想到這個民進黨只有一句話 不抹紅不會選 不過我也知道民進黨最近非常緊張 內部已經非常緊張 他們可能接下來會所有的奧博都會出現 因為民進黨已經開始要準備面對侯康佩當選的事實 這個是民進黨內部傳出來的不是我講的 而民進黨已經在傳出來要面對侯康佩當選的事實 所以他們現在的針對於我們國民黨或針對於侯康佩 各種抹黑抹紅或者是各種造謠通通都會來 其實我又回想到去年 去年各位媒體朋友只要有到中南部去的話 你到嘉義就可以看到說選給黃敏慧就是選給共產黨 你看到在那個雲林滿街都是選給張立善就是選給習近平紅布條 連昨天我在南投我還記得那時候許淑華選的時候大看板有多少面 都說選給許淑華就是支持共產黨 請問民進黨還有沒有招啊 請問今天你自己不關心自己在台自己的台商自己的台胞自己的台生 然後我們去參加他們的睡末的換屆的活動或者是聯誼的活動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聚會 那你也要抹紅 那同樣的我們今天國際部的朋友 今天如果剛剛去馬來西亞是不是 你剛剛去馬來西亞去印尼去西加坡去 我知道你們還去泰國還去越南 去菲律賓那你是不是也要抹黑 這都是自己台灣人耶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是不抹黑不抹紅不會選